嗨,我是寶可梦 今天要来聊聊2022年 大家最喜爱的银行排行榜 我们来看一下本届的观众票选投票基本资料 总计有529个人参与投票 相关的资讯呢,你都可以扫 这边的QR Code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了 那我们要先从哪一个名次开始看起呢 我个人觉得就先从第五名开始看好了 来,3,2,1 登登 是玉山银行 这一次玉山银行总共拿到了26票 它的得票率是7.2% 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7个人选它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它的一些心得 APP好用 虽然wallet如同垃圾一样 但e-fingo会员也是莫名其妙的集点活动 今年把信用卡弄丢 想说等个一两天 看看只先在APP关掉刷卡功能 玉山打给我说有人捡到送去火车站 虽然在失误招领处感觉蛮安全的 但是玉山也是主动提说 帮我关掉功能 等到领取之后再请他们开启 所以也算是蛮贴心的服务啦 富国很赞 希望能够持续保持每周固定发证券分析 除了原先的产业分析外 最好可以再多出成交量上升趋势的股票分析 李砖不会强推产品 很仔细的了解需求 并针对个人给予建议 纵使没有申购 也持续提供个人所需的财经资讯跟分析 持世界卡零贵优先 以及玉山行动网银的界面 还算干净好用 来看一下它的总分 这次26个人总共投出了1997分 平均是76.8分 算是蛮高的 再来呢要看哪一个名次 我看就先从第二名开始好了 咚咚 永丰银行 为什么这一次永丰银行变成第二名呢 我记得去年它好像是第一名耶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心得 这一次一共有92个人投永丰银行 它的得票率是17.4%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有17个人选择永丰银行 是我心目中最棒的银行 服务态度不错 信用卡直接现金回馈 大户APP也蛮容易使用的 每个月提供20次的免费扩航提款转账服务 非常的友善 虽然之前必备卡被改烂之后呢 对永丰是蛮失望的 不过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之前很多银行都把神卡给改烂了 所以只能从失望中找到比较不失望的银行 永丰Sport卡的感觉还堪用 有地永丰搬回一城 永丰最强的卡片目前就是Sport卡 当月有做运动达7000卡路里 或者是你的Apple Watch 有挖圆圈满10次 就是10天完成任务 你就可以在当月用Apple Pay或Google Pay 就是5000块以内有8%回馈 最高就是拿400 400的封点回馈 它会折顶你次次月的信用卡刷卡账单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是今年非常好用的卡片 我还怎么做 我把它绑定在Apple Pay上面 在Suite卡上面储值 所以我在日本用Suite卡所做的交通 或是小的支付 一样都是有8%的回馈 各方面都非常平均的成长 我想大户数位账户 应该已经接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App整合也很棒 是个人最常使用的主力银行账户 以整合性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满分了 从基本活存到股票交易 一条龙都很到位 同时也不会因为绑定扣款 而损失活存的利息 不过活存以及信用卡的回馈额度 到后来几乎砍半 感觉有些可惜 收水的同时并没有在其他方面看到有进展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宝可梦不是用里程卡吗 那永风大户有没有在用 我跟你讲有订房的部分 尤其是海外的部分 最高有8%回馈 那如果你在国内的部分呢 你去住房都是 就是寄房账 最后结账的时候把它分开来 大概抓个6000块的额度 给大户卡刷 其实就是有7%的回馈 这个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永风银行 大家的给分如何 这一次呢 有92个人投票 总分为7842分 平均起来是85.2分 算是很高的分数 看完了第5名跟第2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4名 第4名是哪一间银行呢 台新银行 这一次一共有32个人 投台新银行为No.1的银行 它的得票率是6%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 里面有6个人选择台新银行 iGoGo卡跟FlyGo卡容易取得回馈 而且部分回馈项目的百分比高 尤其Richard数位账户简单好用 而且本人也支持台新银行旗下的 直篮球队福尔摩杀台新梦想家 台新银行的刷卡回馈呢 在2023年真的是起死回生 越来越好用了 比如说GoGo卡 它在指定的行动支付 像LinePay 台新Pay 全银架Pay等这些通路呢 都有3.8%回馈 对于我来讲呢 它如果拿来缴水电费 拿来缴众所税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张卡片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推崇它的原因 那FlyGo卡呢 在指定通路有3%回馈 上线就是海外啦 另外一个就是在四大航空公司 长荣、华航、星宇跟五虎航呢 有5%的现金回馈 这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呢 其实也算是蛮够用的 虽然Richard一开始有收割的感觉哦 但仍然很会创造话题 而且分行ATM相当好找 方便度仍然是名列前茅啊 第一当然是谢谢台新银行 让我在22岁的时候脱离信用卡小白 第二Richard数位账户的界面好看 而且容易上售 因为我喜欢资讯被妥善的条列 三客服态度不错 打了两次询问问题 都有很好的被解决了 而且接通时间不会太久 比国差好多了 再来看一下它的总评分 它的总分拿到了2752分 处理32之后呢 它的平均是86分 也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名 国泰四华 这一次呢一共有55个人选它 它的得票率是10.4%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呢 有10个人是选国泰四华 是很棒的银行 该行从发行Cube信用卡开始已经年轻化了 创新的形象到目前为止呢 小数点的权益已经接近完善 至于为什么少给5分 就是当遇到银行的个案 客服表现不够专业 接下来就是要人用奖的来输入语音指令 所以有扣一点分数 我目前的主力卡呢 是国泰四华Cube卡 那它好用的地方就是在于 点数累积 3%无上限非常好用 指定投入有5% 7% 10% 最高12%都有 只要善用这些活动来累积大量的小数点 这些小数点事后再来换里程飞出去 它的回馈率呢绝对是大于3% 有时候甚至是6%或9%回馈 如果你想要免费机票飞出去玩 使用国泰四华Cube卡 那你一样可以免费换机票出去玩 这也是我个人很推崇它的原因 国泰银行将所有的资源投入Cube卡 让卡友可以缴费消费赚回馈 而且今年双10到双12分别回馈至少10.5% 诚意十足 我们来看一下国泰的总分 这一次它拿到的分数是4572分 除以55之后它拿到的分数是83.1分 也算是蛮高的 最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看第一名了 第一名是哪一间银行呢 将来银行 这一次一共有181个人投它 所以它的得票率是34.2 因为它一推出就给出很好的优惠 5%无脑刷申办又很方便 还可以自己选账号 APP用起来也挺顺手的 提醒你哦 在2023年开始 它的刷卡回馈只剩下国内1.5% 它的3.5%加码是放在国外哦 将来银行给的回馈非常大方 就是5% 而且消费任劣广 只要刷得过很多医院的挂号费都有回馈 非常难得 而且折底的点数也同享回馈 不像其他9point点数折底的部分都不算 回馈很好 N点设计实用 转账制度好 存款回馈高 来看一下它的总分 它的总分这次拿到了15859分 它的平均是87.6分 也是这一次的评比里面分数最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总排名 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非常的简单明了 将来银行它就是占了34% 然后第二块就是永丰 然后接下来就依序是其他的银行 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来 有更多的文字资讯都在里面 回过2021年的时候 第一名是永丰银行 第二名是连线 那回过2022年 将来银行变第一名 然后永丰变第二名 那明年会不会将来银行就被扫出排名 这个就不知道 要看它今年的表现如何 但是剩下的三四五名 其实就是这几家银行在轮 那像中国信通就已经跌出排行榜了 但是国泰就往上跃升 其实国泰在去年推出了Cube卡之后 其实有挽回一些声誉 那中国信通因为没有什么厉害的 所以就跌出去了 那目前市场上大家最喜欢的还是两件银行 将来银行跟永丰银行 也希望这些银行能够好好的努力 我就不要置得一满 然后就开始就消减回馈 我觉得这样就很可惜了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排名呢 能够让大家更理解目前的银行趋势 通常大家最喜欢的呢 就是它的回馈最好的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几间银行来去找 它的实用的资讯跟实用的卡片来使用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最讨厌的银行排名 你就会知道 去年到底哪些银行缩水最严重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呢 大家最讨厌的部分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排名很有趣很有意思 也非常欢迎你主动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最喜欢的银行 最讨厌的银行 到底排名是什么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